喂 你好 歡迎收看3月30號的台視 五間新聞 我是烏凱文 五間的最新消息來關心 台中市發生了房屋倒塌的意外 上午在台灣大道一段 299巷金船有房屋倒塌 目前清查疑似有三個人受困 其中兩個人被壓在瓦砺堆中 無法接觸到 另外一人則是腿部被壓住 消防人員正在搶救當中 在台 在台 救難人員接力把受困民眾 從倒塌的瓦砺堆中搶救出來 真的是分秒必真 受困民眾全身貪軟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就能能源跟死神搶命 緊急實施CPR 但現場疑似 還有人受困 台中 台灣大道一段299巷內 上午10點多 警船房屋倒塌 移住二樓RC結構建築物 轟的一聲應聲搞塌 觸目驚心 目前清查疑似有三人受困 其中兩人被壓在瓦砺堆中 無法接觸到 據瞭解 意外現場旁有工地正在施工 不排除是因此影響到地基 造成房屋坍塌 除了救人 瓦斯公司也派人前往 確認是否有瓦斯外泄的疑慮 詳細的事故原因 還要理清 記者中部正報道